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艺之路的大脉络总结出来 言辞之中 对勤恳踏实的龚俊更多的是欣赏 龚俊的演艺之路虽然没有经历过大坎坷 但一路走来也是崎岖不平 历经磨难 关注龚俊的人知道龚俊是科班出身 学生时代当模特拍了一些广告 虽然赚了一些钱 但并没有进入演艺圈 大学毕业后 龚俊走出舒适圈 来到北京开始打拼 没有人脉 没有资源 龚俊无数次的跑剧组 无数次被忽略 无数次的坚持 终于等来了一个角色 龚俊是从网络剧入行的 从网剧到分账剧再到上星剧 从配角到主角 他一路打拼 凭借助努力和不放弃坚持了下来 龚俊曾在采访中提到过 不火的那段时间 他也不确定自己能坚持多久 他每次演完一部戏后 都会跟家里人讨论 问问家人演得怎么样 有没有提高 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也是龚俊前进的动力 后来龚俊凭借一部爆款剧 备受大家的关注 在夜内龚俊也得到了很多老戏骨的赏识 《甄嬛传》里饰演温太医的张小龙 曾评价龚俊 称他身上有骨儒雅的气质 那种气质完全超出他自身的年龄 诸如此类的评价还有很多 如今 龚俊依然积极努力地奔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从节目中透露出的状态来看 他依然是那个真诚 负责任的自己 长得帅又努力 如此优秀的他 未来可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